不善听 有些人听话 只听一半 然后就断掌取义 没有完整的 正确的 理解所讲的含义 以至于产生误会 甚至于造成偏差的行为 例如 有人一天都要万元放下 就把家里的财产 全部都误释掉 弄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没有助力 造成家庭问题 甚至于演变着社会问题 事实上 我们讲经史 讲过多少次 所谓的放下 是指 心上放下 事上还是要啊 照世间法去做 并不是教你 什么都不要了 这是很大的误会 佛法在世间 不坏 世间法 所以 世上 不能放 世间 一切责任 与义务 都要认真地 做好 心底 这决定 不能忍住 心底 清净 一成不忍 这就对了 阴光大死 开始 尽宗学人 应该顿轮进分 闲邪存尘 幸运念佛 求生 净土 这样 世法与佛法 都圆容坚固 才符合 大乘佛法 忠道的精神 有如 我们赞叹 海仙老和尚 老和尚不认识 一生 一步经没读过 一步经也没听过 就一句佛号 也门深入 念了九十二年 做个好样子 给佛门弟子看 让大家增长信心 坚定愿心 像他一样 往生前途 有些人 听了这些话 就断章取义 学习海仙老和尚 不识字 不读经 不听经 还批评 读经 听经的人 不对 这也是不善听 没听懂 讲经人的意思 该学的 没学到 反而产生了 误会的见解 非常可惜 有些人 刚好想法 听到我们称谈 无量寿经 如何殊胜 能使人 生起 坚定的 坚定的 远信 于是就 执着 无量寿经 认为 光念 阿弥陀佛 不能往生 一定要念 无量寿经 才能往生 还把一些专心 念佛的老菩萨 都拉来 读无量寿经 让他们对念佛的信心 产生动摇 非得 辛辛苦苦地 读无量寿经 不苦 这实在是 断忍发生毁灭 我们讲经时 一再受到 信心不足的人 要读经 如果是 已经生起 信心的人 经 可以不读 一句佛话念到底 就够了 现在 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把已经 有信心 正在专心念佛的人 拉回了读经 这真是颠倒 本来 众生就有 不同的更新 有人喜欢听见 有人喜欢读经 有人喜欢拜佛 有人喜欢念佛 不可一概而论 古德说 临动前江水 不动 道人心 让专心修行的人 信心动摇 这是 极大的罪过 如果 这些老人家 往生不了 这笔账 都记在 这些人的头上 还有人听说 为人 祝念的功德 很大 就像 冰重的人 太大亮光的地方 日夜 祝念 不给病人 安静 休息的时间 没有睡眠的时间 就没有 很好的精神念佛 缺乏睡眠时间 长了 甚至精神方面 都会出问题 这些 好性 反而半坏似的 例子 有人听说 祝念时 不能去 碰触 王者 于是就禁止 家人 去为 病重的人 佛物 不准 给他 喝杯喝水 不准帮助他 大小便利 真的 这也是 严重的误会 不准碰触他 是指 在他断气之后 现在 病人还没有断气 还有 祸水 大小便利 需求 只不准 只因为 你 开始 祝念 就不准 人家 去 碰触他 做这样的事 这是 扭带 病人 他身体的 需求 不能得到 满足 就增加了 他的痛苦 使他 不能 专心 念佛 所以 这些 祝念的人 是在 障碍他 不是在 帮助他 有人 听我说 我这一生 没收 土地 那些 物自卑的 都是 韩广长说的 就说 物自卑 都不是 出家人 这也是 故意 扭曲 四十 我的意思是 我不愿意 收土地 是顺着 馆长的意思 才给人 剃土 他们都经过了 正式的 剃土 仪式 又正式 受了 三坛 大戒 你如何能 受他们 不是出家人 这样说 也是 造口业 以上 这些偏差 往往是因为 不善天 没有 正确理解 讲经人的意思 或是 听情不够 听了一部分 就一遍 改决 所造成的 没有 没 那 没有 没有 感谢观看